法易卖预期苹果财报渴望报加音 带动iPhone6供应链的拉货潮 激励台股续谈 台积电跟大力光上周法术行情失灵 外界担心科技股多头七十受挫 而本周寄望的就是苹果法术会的效应 本周每股将有苹果 微软 Facebook跟亚马逊等等科技大厂 都将公布财报 苹果将在台北时间周三清晨公布财报 根据大摩证券的预估 苹果第二季度iPhone出货将达到3600万只 营收379亿美元 毛利率37.9% 每股获利1.24美元 都是优于市场预期 本周法也表示 今晚外资资金 已经转往金融跟面板 但如果苹果财报不错 渴望带动iPhone6供应链的拉货潮 现在假如有一个iPhone6的销售好成绩的话 散户买得起苹果 所以股价应该还有推升的动能 而本周台股重量级法说 法人指出以封测大厂历程的表现最受期待 触控的FTPK将聚焦新产品 机壳的F凯舍将关注新订单是否开始出货 另外本周四将有太阳能双反案出判结果出炉 以及一连四天的台湾生计展登场 也将牵动大盘走势 整体而言法人认为在超级法说州以及财报即将揭晓之际 台股真实价值将出现考验 预计走势震荡将扩大 虽然短线操作风险升高 但如果法术会跟季报能够有好消息释出 台股持续攀高几率不小 东城新闻综合报道